飛機的防禦 今天我們有一場飛機的防禦 之前有人提到要我講一下要怎麼開場抓的 老實講因為開場抓你需要知道敵人重生點在哪裡 到現在有些人是說可以看護衛機來的方向 但老實講我覺得不是太可靠 但是一些可以抓的關 比如說飛機和運河這兩關都非常容易抓重生方向 然後從一兩個地方就可以看到一半的重生點 那比如說飛機這一關就是機頭和機尾 這兩個門打開都可以看到機頭和機尾的重生點 所以現在我的團的打法就是固定 飛機這一關我們一開始就一個人開機頭一個人開機尾 甚至一個人開飛機中間 那飛機最大特色是你一開場就可以確定敵人從哪裡重生的 然後就去抓人 敵人現在這個重生我也是機頭可以看到 所以敵人在這邊慢慢爬上來的時候 他們可以從機頭抓掉這些敵人 甚至就是一起合作抓這一關最討厭的聚集手也是很好的 他們可能換路了 那我們就劍好就收 也撤退回去就一般手法 一開始沒有抓聚集手的話 注意就是現在聚集手可能會上聚集台 所以撤退的時候可以注意一下 看起來也沒有在機上 這一關還有第三個重生點就是從南邊重生 那從那邊重生的話敵人通常會從駕駛艙或是貨艙的南側門進來 尤其是貨艙那個地方是可以看到進駕駛艙的梯子 等於一個點又是可以看兩個入口 所以這一關其實是可以一開始就四五個人出去 抓他一開場的敵人 然後如果打得好的話 敵人可能根本還進不了飛機就全滅了 看起來是敵人拖了很久 但是還是走原來的路進來 走這邊的話這個鬼就沒用了可以拆下來 可以看到現在貨艙我們有兩個人在守 所以我知道敵人應該是不從貨艙方向 那等了這麼久應該就是現在 OK猜錯了 但沒關係我們可以在這裡開個槍眼 喔不過看到對面敵人有炸槍 那可以當鐵用他的生命給我們一個警告 有必要這樣逃窗嗎 只是一個盾牌而已 對面敵人有炸槍 盾牌在哪裡 他在左臉按不知道在哪裡 那我要問誰 我跟你們中間 那就是中東套房那邊 有一張床的房間 哇我現在有沒有在看電話 我們現在連這裡從上在那個盾牌 我們現在連從下面都有人在看 是這樣 我想在這裡